您好 欢迎收看5月8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卢宇慧 在母亲节这一天 花莲的单日确诊人数增加到649例 县政府也举行的记者会来说明这个疫情 从5月1号到5月8号有3954件个案数 回报个案数只有305件 回报率只达到一成 县长徐政会呼吁确诊个案相亲 要能够确实做好回传作业 共同来为花莲的防疫工作努力 无论是六都或者是各县市 其实案例都已经非常非常多 那很多的家长一直在问 我们的毕业旅行或者是我们的校外教学 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开始在启动 所以今天这位特别把这张手板拿出来 就是提醒我们各位家长还有所有的同学 其实现在疫情还在燃烧 但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家人 保护我们的同学 让我们玩得更精心更开心 希望是在安全的时候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县政府还是在跟学校说明 也跟家长说明 我们的毕业旅行还是延到5月底过后 或者是到毕业典礼过后 我们再来举行端看整个疫情的状况 所以请大家安心 我们会择一个时间 让我们的孩子都能够有一身很难忘的回忆 当然健康安全的旅游是我们的期待 也是我们的期盼 我们一起把疫情把它守住 而且把它让它降温 让全国都更安定 在这里正会呼吁大家一下 因为5月1号开始 我们CDC就有新的方案 等于说确诊者 他要自主回报疫调系统 那我们看从5月1号到5月8号 我们的确诊者 确诊个案一共有3954件 但是我们自主回报只有305件 我们自主回报只有305件 那这样子会影响到什么呢 第一个 如果没有完成自主回报 那你的密切接触者 就没有被拘格 他也拿不到拘格单 这是第一件事情 没有做自主回报 或者是你不会做自主回报 这个部分等一下 朱家祥局长会再跟大家说 怎么样完整的把自主回报单 回填回去 如果这个确诊者 你一直不填自主回报单的话 会回到花林县卫生局的体系 他们会再打电话给你去做疫调 去再做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密切接触者的身份的确认之后 才又回到CDC系去 让他再转一个拘格 拘格通知给你的家人 所以这会耗费非常多的时间 搞不好三天都已经过了 所以请我们的确诊者 一定要耐心的 耐心的把我们的自主回报单 把它回填回去 虽然它的程序有点复杂 但是我们还是要耐心把它填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